hello大家好,我是钱子,海信金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条鱼 三文鱼 这条三文鱼15斤气量 是整个市场里最小的一条 货湖冷冻 花了我几百块 所以我打算多蹭蹭它 拿它做个两三期视频 今天我先讲讲三文鱼的历史 三文鱼可以算是一个网红鱼了 就很多人听鱼肉刺身 最先想到的就是三文鱼吧 很早之前有这么一种鱼 生活在北大西洋 但它娘家在欧洲各国的河里面 就每次它怀完孕之后 它都要回娘家生孩子 在它回娘家的过程中 会遇到瀑布端极的河流 然后它就要逆流直上 这个时候那帮吃瓜群众 就过来凑热闹看 很欣赏它这种精神 就给这种鱼用拉丁鱼 起名叫做这个玩意儿 上升的意思 18世纪左右的时候 欧洲那帮人就流行分类学 就愿意让动物拉帮结伙 给它们分个帮分个派的 就给这儿单独画了一个鼠 然后就把这个名字变成了它的署名 完整学名 就是这个 后来在欧洲有一些吃瓜群众 觉得世界那么大 他们想去看看 就去美洲殖民去了 在美洲殖民的时候 得儿 他们又发现一种鱼 也是河里面出生 海里面长大 然后再回娘家去生孩子 他们就把这种鱼呢 也叫这个 不过为了区分呢 那边是在太平洋发现的 就叫太平洋龟 咱最开始这个就叫大西洋龟 都是这个结尾 这两个玩意儿虽然长得一样习性一样 但是还有很大的区别 就大西洋龟比较单纯 它从小啥样 以后就啥样 太平洋龟不太一样 它应该是跟孙悟空交过朋友 会变 它在海里的时候和大西洋龟长得差不多 等它回流到河里的时候 这鼻子就这样了 勾了 是不是有人发现了 对 就黑龙江的大马哈鱼 就是太平洋龟的一种 太平洋龟和大西洋龟还有一个区别 大部分太平洋龟生不了二胎 太平洋龟回流到河里之后 产完子 它就挂了 死了之后 把它的养分供给给它刚生出来的这些小鱼 让这些小鱼来吃这些尸体 大西洋龟没这个毛病 太平洋龟下面还有不同种的鱼 但大西洋龟只有一种鱼 大西洋龟属于龟科龟鼠 太平洋龟属于龟科大马哈鱼鼠 然后还有一些淡水鱼 它也属于大马哈鱼鼠的 比如说红尊鱼这些江湖帮你们搞明白了吧 所以大西洋龟也挺寂寞呀 龟科龟属下面就它这一个学生 你看隔壁班的大马哈鱼鼠 海里的湖里的都有 接着说一转眼又过了好几百年 欧洲那帮吃瓜群众又不闲着了 想来咱们亚洲来看看 挪威这帮人就把这个大西洋龟 就上日本去推销去了 日本自古以来都有龟鱼 但那不是大西洋龟 他们不是本土的龟鱼 括号刺身 他们知道那些玩意不稳当 老爱招风引蝶啥的 招虫子鸡虫虫 但后来挪威这帮吃瓜群众 就不惯他们毛病 咔咔咔就给他们一顿推销 说挪威这个鱼怎么好 这日本人刚开始还不敢 后来他们就找到了一家日本公司 做冷冻的白菜价 就往日本卖 因为它便宜嘛 然后大量的这种廉价的寿司店 就开始卖三文鱼了 然后在日本就开始走红了 它一走红 然后就反过来影响了我们国内一些地区 因为这玩意在咱们中国最开始是在粤语地区出现的 所以它的粤语发音就叫三文 就是三文鱼了 所以咱们就按老规计 三文鱼就是大西洋鱼 然后逐渐这鱼就开始火了 它一火 然后它隔壁班那些同学就不乐意了 那么这热度得蹭 它们不是太平洋鱼吗 后面不也带这个词吗 这个词不就是三文鱼吗 所以它们也叫三文鱼 但是它们叫阿拉斯加三文鱼 红三文鱼 粉三文鱼 帝王三文鱼 就各种三文鱼都出来了 虽然有些太平洋鱼的肉质要比大西洋鱼 肉质还要丰富还要好 但传统意义上讲 最正规的就还是大西洋鱼 然后我再讲讲这大西洋鱼 它的主要产地是北欧 由于最开始过来的时候是由挪威牵头的 为了维护大西洋鱼的正统性 所以就把大西洋鱼俗称又叫挪威三文鱼 所以你知道了吧 三文鱼有狭义上的和广义的 狭义的就是大西洋鱼 广义的包括太平洋鱼 再不要连点那些淡水的大马哈鱼属的鱼 也是三文鱼了 前两天我还看到有个朋友拍视频 就拿那红尊鱼说是三文鱼 活鱼献杀做刺身 其实那个是不对的 包括三文鱼做刺身也都是有讲究的 不是说海鱼刺身就没有风险 就没有寄生虫 这个我到下期视频讲 留个小耳边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吧 正宗的三文鱼和大马哈鱼属下面的那些鲑鱼 是不一样的 它们只不是同一个年纪 但是不一个班 大西洋鱼非常寂寞 这个班机里就它一个人 大马哈鱼属班里面挤了老多人了 还都蹭大西洋鱼的流量 好 我这期视频就差不多了 你们觉得讲的怎么样 还行的打个一 非常还行的打个二 下期视频我们就要吃这个三文鱼了 我跟大家要讲三文鱼怎么区分 同样大西洋鱼 智力的和挪威的有啥区别 然后真假三文鱼怎么区别 冷冻的和冷藏的怎么区别 包括吃三文鱼的一些误区 好 生活如此美好 本次视频到此拉倒 感谢观看 再见